大家好,关于莫斯科恐怖袭击,我把现在获得的新的消息给大家更新一下 那俄罗斯方面,今天的证实 莫斯科恐怖袭击的一名嫌疑人在3月7号就被拍摄到 在恐怖袭击地点进行采点 3月7号晚间,俄罗斯商场的工作人员在拍摄商场的一些宣传照的时候 拍摄到了这名嫌疑人 3月7号,他就在商场进行政治采点 包括观察所有防卫设施进出口逃跑线路 3月7号采点 3月8号,美国大使馆发出警告 美国大使馆是3月8号发出警告 他是3月7号采点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另外,俄罗斯方面的卫生部已经证实 这次恐怖袭击,莫斯科方面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54人 另外,伊斯兰国发布了第一视角 恐怖袭击的第一视角的视频 视频中恐怖分子对部分人员进行了割喉的动作 而且在音乐厅入口使用匕首对游客进行斩首 这个视频也已经发布了 在伊斯兰国网站 那么现在呢,关于这个伊斯兰国和美国 还有乌克兰之间这个问题呢 现在有一种说法 我把现在我获得一些情报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现在在乌克兰境内啊 有大量的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的这个前领导人 实际上呢,就在乌克兰境内生活 包括现在俄罗斯媒体呢 最新曝光的乌克兰驻杜上别 驻塔吉克斯坦的 大使 那在杜上别 在塔吉克斯坦公开招募公民兵 这也是恐怖袭击之前发生的 乌克兰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的页面上 发布了招募公民兵的广告 广告上说外国人必须加入国际军团 并标注了联系电话 大家看啊,3804 这是联系电话,邮箱 这是乌克兰国家大使馆招募塔吉克公民兵 那乌克兰驻塔吉克大使雷多夫卡 他说招募工作由乌克兰特命大使领导 而他呢,他呢,现在是负责招募 他现在在基辅呢,是担任泽连斯基的外国情报局的 前局长 随后前往中亚地区担任大使 那现在这个Email广告已经删除了 这是截屏 那么现在乌克兰和塔吉克 另外呢,和乌克兰国内的这些穆斯林 恐怖分子,这种特殊的关系 我能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乌克兰现在国内呢,实际上有大量的这种 穆斯林,也就是高加索 还有中亚,还有中东的一些恐怖分子 这些恐怖分子,他很难进入欧盟 因为欧盟呢,实际上拒绝这些在战争中 犯下过各种反人道罪行的这些人 这些人呢,为了躲避俄罗斯,躲避其他国家的这个惩罚 那么都跑到乌克兰了 这个画面是奥德萨市的前市长 1996年到97年 叫爱德华·古尔维茨 与车臣叛军之间进行互动的 进行互动的这个画面 车臣的很多的叛乱分子呢 实际上前往奥德萨进行躲避 躲避俄军的打击 这是古尔维茨 他在奥德萨接待车臣的叛军 那现在在整个的乌克兰呢 除了车臣的武装分子以外呢 其实还包括有伊斯兰国的前国防部长 这个画面中呢显示啊 奥德萨的官员会见了前马斯·哈多夫副手 这个副手呢是对车臣的很多外国人绑架事件负责 另外也对俄军犯下了很多这个对平民目标 去犯下了很多这个恐怖袭击 但是他还是在奥德萨受到了乌克兰高级官员的接待 热烈欢迎 他因为恐怖活动被联合国统缉 但是呢他最后跑到乌克兰 而且成功的躲避了制裁 所以乌克兰政府与这个极端穆斯林之间的合作啊 早在上个世纪96年97年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这些人呢很难进入欧盟 因为他们手上有血债 而且是犯下很多罪行 特别对平民目标袭击 欧盟有严格的审查 欧盟他们想进入的话非常难 那么他们最后选择还是前往乌克兰最为安全 而且乌克兰很欢迎这些人进入 因为乌克兰要对抗俄罗斯 要吸收这些包括高加索方向的反额力量 那么这一次呢恐怖分子呢 是从莫斯科开了385公里 到达布良斯克地区 就是要前往乌克兰 那伊斯兰国呢在乌克兰方面呢 他的伊斯兰国的战争部长 已被证实2018年越过边境 这个人呢叫阿布奥马尔 美军呢实际上对伊斯兰国的追杀 他呢已经宣布死亡 但是2018年他已经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 根据俄罗斯情报呢 这个阿布奥马尔呢化妆进入乌克兰以后成家 并在乌克兰担任出租车司机 伊斯兰国的战争部长跑到乌克兰 隐姓埋名成为了出租车司机 而且通过他的工作继续能够组织伊斯兰国 背后的很多的行动 你可以想象一个简单的乌克兰出租车司机 在乌克兰娶妻生子 竟然一直操控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还继续能够远程遥控 那他这个活动呢最后被美国中情局发现 2019年 这个事件呢才被曝光 也就是说伊斯兰国的很多高级人员都已经进入到乌克兰了 再结合着这一次莫斯科袭击事件 开了385公里到布良斯克 还是因为车超速才发现 不然的话直接可以开到边境了 所以现在在乌克兰境内有大量的美国过去在中东地区 在中亚地区 还有在这个高加索方向 大量这种反额力量都集中在乌克兰 那么现在来看呢 乌克兰的特工部门和美国中情局之间不能排除 美国方面呢是给了俄罗斯警告的 3月8号 这些人抵达莫斯科进行踩点的时候 第二天美国的大使馆 驻莫斯科大使馆就发布了警告 从这个情况上看 很有可能是美国方面和 美国中情局方面和乌克兰 军情局之间可能会出现了某种不信任 或者是这个事件是由乌克兰军情局 他们来直接指挥操纵 而美国中情局是知情 但是美国方面故意在莫斯科方向 发布了警报 因为主要是针对美国公民发布警报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间接的也通知了俄罗斯 那现在来看实际上就导致了 美国和乌克兰情报部门之间的裂痕 乌克兰要动手 美国人担心可能恐怖袭击 会杀死美国公民 所以告诉美国公民不要前往音乐厅 因为3月8号 这个人就已经到达了现场 到达了现场 那么3月8号到达现场 美国方面发出警告 乌克兰方面呢 现在看情报局还是最后策划了这个袭击 正式命令他们在22号动手 这应该是一个大致的经过 这是我个人的分析 那么也说明美国的中情局和乌克兰军情局之间 应该是有了某些意见的分歧和冲突 不然的话他们一起要执行这个行动的话 他不会提前泄入给俄罗斯 提前要求美国公民撤离 所以整起事件应该是由乌克兰的军情局 在国内 在乌克兰国内与伊斯兰国的这些叛乱分子 包括车臣的叛乱分子 共同进行组织 对俄罗斯目标进行袭击 以伊斯兰国的名义打击莫斯克 所以才会有他们前往莫斯克行动以后 即刻返回乌克兰的行为 而美国方面呢 现在来看美国为了摘清自己 而且也发布了警告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说明美国方面是知情的 而且美国方面和乌克兰情报局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 但是可能意见出现分歧 美国方面不希望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最后甩给了乌克兰 由乌克兰自己执行 所以现在来看乌克兰是整起事件最重要的策划和执行者 乌克兰呢又找到了他境内的伊斯兰国的一些分支 这些领导人 其实这些人在乌克兰境内都受到乌克兰军情局的严密监控 包括车臣这些人 这些人实际上也可以在世界各地招募这些极端主义者 并提供弹药在莫斯科 提供杀人的武器 实施行动 这是我个人对这次莫斯科恐袭 我个人的分析 应该是由乌克兰军情局联合在境内的伊斯兰国分子 美国知情美国当然知情 美国不会自己做啊 美国是要找乌克兰这个白手套 乌克兰再找伊斯兰国这个白手套 一层一层的 但整起事件现在来看都围绕乌克兰 而且大使馆3月8号发布的这个警报 3月7号恐怖分子踩点 整起事件就非常 我觉得非常清晰了 那俄罗斯今天呢 也对乌克兰境内呢 进行了大部分的空袭啊 特别是波兰 波兰方面呢 在24号夜间发布警报 俄罗斯一枚巡航导弹 飞入波兰领空 大家看啊 这个方向 在这儿啊 进了波兰领空 飞行的时间呢 是39秒 39秒绕了个弯 打击哪儿 打击利沃夫 利沃夫发生大爆炸 波兰的防空 防空军啊 发布了这个消息 而且利沃夫的市长 安德烈萨多沃伊 他也证实 20枚导弹摧毁了利沃夫 方向目标 我后面的视频呢 单独给大家讲解啊 今天打击乌克兰西部 还有克里米亚方向啊 双方进行大规模导弹袭袭击的这个细节 那俄罗斯现在呢 对乌克兰全境进行更大规模的空袭 很大一步原因呢 俄罗斯是要报复乌克兰 特别是乌克兰现在在乌克兰的西部利沃夫方向 还有在奥德萨方向 这些外国官兵营地 因为他们都会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渗透 另外呢 有一批新的装备 北约的装备已经到达乌克兰 这次可能摧毁了一批新的 乌军获得的北约新的装备 可能是这个风暴日影巡航导弹 另外今天在莫斯科啊 卸裂眉睫沃机场 一名乘客的背包里发现了手榴弹 女乘客登上飞往埃里温的飞机 这样前往埃里温 前往这个亚米亚的 在她的手提箱里啊 发现了一枚手雷 目前这个航班已经延误啊 紧急情况部门已经赶往现场 这是现在我获得的消息 我还是提醒在俄罗斯的很多华人啊 因为现在俄罗斯很多机场 包括很多这个大规模的人员集结的地方 都会成为未来进一步攻击的目标 不排除后续还有第二轮 所以我还是提醒在俄罗斯的华人 尽量少出门 最近现在实际上这个时间来看 恐怖袭击比较密集 机场 音乐厅这些人员密集场所 像有些大型的超市够中心 尽量少去 我呢 还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在乌克兰方向 俄罗斯和乌克兰 关于这次恐怖袭击 有最新的情况 我呢也会及时给大家 被她在乌克兰方向 在乌克兰方向